大家好,我是雪梨 今天咱们来看由西西维亚所写的《枕上书翻外,三舍三世两重生》第十章 小鬼,传本君的令 留一万天兵镇守若川,鸟信领兵 圣鱼由你领着,火速赶往央王城,支援莫冤 派白纸与孟浩回九重天 白纸涮一外天将留守天宫 其余归孟浩回下,直取魔都 帝君是要直接去央王城吗? 不错 子依尊神神色凝重,仰望南边 此时,虽三独卓西并未吸纳完全 但与凡界已构不成威胁 东华收了连心镜,便朝妖王城赶去 妖王城谷,战火纷飞 妖尊不知去向 妖族阵营均心涣散,已是溃不成军 若非魔族此时来搅局 莫冤自信不出两日,并能拿下此战 可眼下,他们却遭魔族围剿 困于妖王城内 看来那魔族庆江对妖尊渺落 还真是有情有义 莫冤不觉一笑 一族之间的联姻都为族群利益 真情实义,为时少之又少 曾经他也以为 自己与尚晚的感情是天地间难能可贵的 便是万般珍惜 想要与他指手共度 然而终是异族难同心 那日尚晚的一席话让他无言以对 他的婉儿说得不错 若有一天神族与魔族打起来 他们两个该如何自处 他们之间的那场谈话 起于若川军营内 当时天下一世烂了一万年有余 大战小战发生了无数 离开水沼泽后 尚晚便以是左右为难 若以他惯常的性子 断回回魔族 等着沁江哪天被收拾了 好接魔尊之位 可那是他与莫冤已是确立的感情 那个嚣张跋扈的丫头 也终是为了个神族的男人 而留在了神族阵营 但许是因着他魔族的身份 当时父神并不重用他 所以他也是四海八荒一等一的能打 论身手怎么也得封个将军 但每逢战士他便只能坐壁上官 倔脾气的魔族始祖神 自是觉着父神对自己有成见 瞧不上他这只凤凰 但他又何必留在神族 看人脸色 造人非议 婉儿 不可一世冲动 莫冤站着他的手腕 夺过他的包袱 谁又一世冲动了 风才同父神大吵一家的凤凰 虽嘴上否认 脸上却写着羞愤 你这般模样 还说自己不是冲动 莫冤也只当他是一世发发脾气 耍耍性子 所以也好生好气的哄着 我哪般模样了 被夺了帮扶的红衣女子 气得插腰直跺脚 祖宗我要走 你拦我干嘛 就因为父神不让你上战场 一边和我闹出走 祖宗我也是要脸的 你爹现在就如此看不上我 我还死屁赖赖的跟着你做事 稳重含养好的父神嫡子 有些怒了 不可知心的看着他 你这是不愿意以我一处的意思 祖宗我本来脾气就爆 说话也不中听 他终是甩开了他的手 可是有些话我不得不说 阿元 你我终究是一族 如今天下大乱 魔族与神族 早晚是要有一战的 我是魔族十祖神 你是父神敌子 到时候 我没有当如何面对 你是断不会向着魔族 而毕命与你见下的 既是我魔族子民 我本该护着他们 却不得不眼睁睁看着你 夺走他们的性命 我若出手 怎与你交代 我若不出手 如何面对我魔族子民 话而言之 若我屠杀你神族子民 而你却左右为难 你当作何敢想 阿元 你我之间总会有这策个影 这么一长串道理讲下来 上晚自己都有点懵 往常他并不是个 能说会道之人 倒是莫冤 平日里经常同他讲道理 倘若此时莫冤 真能说出点 让他留下的理由 那他这个祖宗 肯定会信上一信 毕竟他舍不得他 然而父神敌子 当下的反应 却是让上晚心寒 也让他彻底 断了留下的面笑 我以为你是名大义之人 莫冤黯然开口 确实我看错了你 你走吧 那一日上晚走后 并未回魔族 致父神羽化 东华城滴地之位 他的未归魔族 莫冤知他那日要走 并非真心 他也想要告诉他 父神不派他上战场 亦是怕他左右为难 可他说的那番话 却字字在里 聚聚诸心 一族之间 终是容不下单纯的婚姻 他亦不愿让他陷入 不仁不义 说回思绪 遥遥望向 西面魔族的方向 若明日还没有援军赶到 那么即便是战神莫冤 怕也挡不了 魔族大军的攻势 他与少晚 已是两万余年未见 几年前 他虽来若川寻过他一次 却也只是来去匆匆 可就是那 怕了万年的短暂重逢 自尊心极强的 父神嫡子 也没好好珍惜 他变本加厉 将当年那些大道理 全都还给了他 还附赠了几句绝情话 若是知道自己 莫言当日 但约会说上几句好听话 最后再哄他开心一次吧 但现在 终是说什么都太迟了 长探转身 却见那紫衣银发尊神 抱着胳膊 显移在大树上看他 帝君怎么来了 东华的到来 并不在出征前 他们制定的安排中 此次攻打妖族 只是为了拖延中的秒落 以便他能顺利完成 三毒灼溪的吸纳 那需要至少五天的时间 可如今才过去三日半 这人怎么就来了 你那边的事情处理完了 不错 莫言随即意识到 事情有些不对 因现在他们已被魔族 堵在了城里 东华要进城 岂能如此容易 况且 见了城外魔族的镇长 作为神族的至高领袖 他不应该先回去 搬个几万救兵来吗 这里又不是若川 他这身打扮 仙气飘飘地站在这里 究竟是想要怎样 你一人来的 莫言已是皱了眉头 怎么 还嫌不够 纵横往来 从无败寂的东华子府 少阳君 竟浅笑了一下 他极少笑 即便笑 也是极少被人瞧见 可是莫言此时 却是完全笑不出来 他想告诉这个 穿着紫色衣裳 连战甲都没套的神仙 不够 你一个人真的不够 在来妖王城的路上 东华便已摸清了形势 魔族大军规模 约有二十万 看起来已是 清朝出动的架势 潜入王城之前 他便画画出一只灵鸟 托了句话给萧奎 要他从梦后那处 再分出至少一半的兵力 来支援莫冤 只希望他们神族的天兵 都能像白者那样 跑得快些 这样秀许一切 都还来得及 那晚 东华帝君带领天兵天将 率先降了王城内的妖族 除了内患 次日清晨 魔族便攻破城门 与城内的神族 打了个正面 东华已是 换上了战甲 竖了头发 虽昨晚不眠不休 站了一夜 但此时的天帝公主 看上去仍是一副 神清清爽的模样 除了脸色有些苍白外 并没有显出 什么更多的异样 他未与莫冤 提起渺络之事 自然便也无人知晓 他已损了两成修为 三成仙法 并受了严重的内伤 此时 戎装尊神 如多年前 若春之战那般模样 只是身下的坐骑 换成了匹白色的骏马 他的坐骑雪尸 还在若春 估计随袁兵 一同赶来 还有些时辰 庆江 与双目赤红 想来也是因为神族 突袭妖族 他担心着急 怕那渺络吃亏罢了 庆江是个聪明人 他知若自己开口 便问渺络之事 并会让东华捏了他七寸 攻他破绽 况且他也是要脸之人 在大军面前 曾可说 这声势浩大的一架 是为了个女人 想了一想 魔尊找了个 很体面的开场白 多年未见 不曾想如今在战 战场竟换到了妖姐 不知你与那妖尊 是否已经打完了 本王可是迫不及待地 想要捡个便宜江山 一说到渺络 父神嫡子方才想起来 至今都未见证的妖尊 也以为是逃去了魔族求救 看来也不尽如是 再看向东华 他倒是镇定 冷着张脸 摆出了惋惜的模样 可惜了那渺络 想要推个顺水人情 结果丢了性命不说 这人情还落了个空 他富有疑叹 唉 这妖族也是太不惊打 三两下就叫本君 给收拾干净了 实在无趣 本君正愁 无处让操合尽兴 没想到魔尊倒是善解人意 青江脸上的表情 有些绷不住 他功成功了一晚上才得手 已是有些疲惫 眼下又确证了渺络的死讯 更是让他愤恨 入城之前 他虽心存侥幸 但也知 若是东华亲自动手 渺络是毫无胜算的 青江从未赢过东华 无论在战场上 还是在擎场上 他一见魔尊 只能咽下这口恶气 沉了沉 抬眼已是杀意汹涌 本尊的孤影 也是寂寞得很 魔尊要不要先留下个遗言 交代向后世 容装尊神祭出仓盒 还拿了块帕子 悠哉地擦了一擦 哦 忘了 魔尊后宫控制 本还有个渺络 兴许能成个遗伤 却被本局先处理掉了 还真是对不住 青江一眼便瞧出 那女用的帕子是渺络之物 他已是怒得发抖 孤影出窍 便扫出一道剑气 直冲向前方的银发尊神 昔日他已贵为魔尊 而东华什么都不是 他便装不过他 苗洛对这个面瘫脸死心塌地 却得不到半点怜惜 而他青江明明什么都愿意给他 他却是连看都不屑看上一眼 如今 这面瘫脸竟成了天地共主 且先不说地位比他还尊 就光那张阴毒的嘴 都令他难以忍受 青江何时愿意过 寄人篱下的日子 更何况那人还是处处地瞧着不顺眼的东华帝君 剑气逼来 墨原立刻画出仙照 护住了身后的天阵 而那剑气打在东华的天罡照上后 便倾刻画作虚无 苍合已是跃跃欲试 东华抬手便挥出一道更灵力的剑气 为等撞上魔族大军的结界 一身戎装的天地共主 便率重将冲了上去 两军相交 兵戎相接生 响彻妖王城谷 战火一路从城内 延伸至城外 东华一人变扫了魔族近万兵力 墨原领着手下战将 抵死相抗 硬是杀出了条血路 庆江欲迎面堵截 却遭东华一连串诡异的剑法 被逼至侧路 然东华因仙法修为受损 此时已是有些历劫 而庆江自若川之战重伤后 已一直未痊愈 此时双方恰好半斤对八两 孰胜孰父上难料 忽而磨一绕梁 神族将士皆受了影响 修为高深的 上能排除干扰 继续战斗 修为浅薄的 只得捂住耳朵 痛苦倒地 东华本该不受其扰 却因修为受损 解有了内伤 夹着体内 尚未完全净化的三毒灼溪 此时他一是觉得头晕目眩 庆江抬孤影 便是一记中杀 东华堪堪躲避 但衣袖已被割破 又赤金色胜出 坏了 魔原颈状碎掉头 往他那处赶 天边响起了红雷阵阵 正是萧奎带着 第一波援军来了 东华的那头雪狮 只从云端俯冲而下 气势如虹地挡在了 进入败事的 银发尊神面前 他怒吼了一声 天地为之一震 东华一跃而上 虽是有伤在身 但却仍然身姿皎节 一派倜傥 庆江最讨厌他这副模样 这副能让天底下女人 全都失了魂的模样 于是一神一魔 连一句话都没有说上 被诱打在了一起 萧奎本就是魔族之人 自是对魔鹰免疫 他立于云端 口中送出绝法 与妖王谷中的魔鹰相抗 魔鹰的干扰被削弱 援冰投入大战 魔族阵云渐渐搬回了烈士 然而在兵力分布上 神族却依然捉襟见肘 若穿常驻兵力仅五万 除去留守的一万 此次赶来的也就只有四万 魔鹰原本率了十万天兵 攻打妖王城 经过先遣了一波恶战 也下仅剩不足两万 虽魔君亦有损失 但所剩兵力依旧远多于神族 敦华咬牙硬挺着 他是神族的统帅 是从未尝过败祭的天地共主 又怎能让这沁江成了那第一人 而沁江在出征之前 并已做好了生死一战的打算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他便要反了这天地 让那些自认为高高在上 来去都用飘的神仙 皆臣服于他脚下 让他们全部为渺落陪葬 足足四日四宿 妖王城谷厮杀生不绝 谷内已被血色尽染 容装束发的天地共主 东华子府邵阳君 手持仓盒 立于敌人的尸海之上 战甲下的衣袍 亦是看不出原有的颜色 上面有他自己的血 亦有魔族庆江的 他银色的长发血迹斑斑 俊美无仇的面容 亦是疲惫不堪 孟昊终是亲自带着八万元兵赶了来 且刚赴战场 便替他家遵作挡了魔尊一剑 断了左臂 东华盯着庆江手里 举着的那只血淋淋的龙爪 怒目元征 东华帝君坐下 七十二汉将之一梦号神君 也不过如此 庆江手持龙爪指天 欲引天雷粉烧 一辱神族无能 周深仙法犯出红光 看得莫焉一正 他还从未见过东华这副模样 仙法妖异似魔族 却又泛着淡淡的金色光芒 萧葵只一眼便知 他家帝君至今都未彻底祭了魔道 许是体内魔员强行激发修为 东华也察觉不到身子的痛处 为绝这口气不出 便要发疯 他坐下的将领 皆跟随他出生入死几万年 怎容得别人来上 苍合挥出佛汉普渡 这套剑术需结合佛法 虽杀伤力巨大 但定损修为 东华创这套剑法 亦是未生死战 上一世 他便是用这套剑法 斩了庆江 定了天下 但昔日境况 却与金石大相径庭 以目前的情况 他若是使出这一招 怕是要豁出至少一半的修为 他为了降服渺络 已是耗费了不少 而体内三毒尚未除尽 若再涉嫌使出佛汉普渡 怕是要压制不住体内魔员 孔住了魔道 这便是他迟迟未放绝招的原因 上一世 东华帝君杀伐决断 可这一世的他 却始终顾及太多 若不是孟浩替他挡了庆江的玉姬 怕此时 这天地共主已是魂飞魄散 后世因果大乱 东华自省 他这样何以对得起苍生 日后又如何面对他的久儿 他知凤酒是独着他的战时长大的 他又怎能让他失望 博光浮一苍和剑身 万道洁面反射出强光 将暮色下的妖王成骨 映得如白昼 白光明晃如闪电 剑身的敌人连同自己人 皆捂住双眼痛苦倒地 庆江看看站着 他修为与东华比肩 自是还扛得住 但接下来那套 他从未见过的剑法 却让他面露惊恐之色 他挡了百来招 最终仓和挥出的佛光 还是生生割开他的皮肉 断了他的筋骨 只为魔尊一声云人的哀嚎 持着孤隐的那条手臂 便落了地 他还未来得及 抬另外一只手去捂住伤口 那条胳膊便也应声飞了出去 又一道佛光滑破天际 庆江直直朝地上跪去 周身赤红的仙法 亦是完全压制住灵心的金色仙泽 众人皆恐其引入了魔道 不敢靠近 跪于地上的魔尊庆江 一线由静灯窟之兆 东华持仓和上前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一语未发 伸左手便扎着其前额 双目泛红的尊神 强行探入他的神思 片刻后 并听见的魔尊惨叫连连 子依尊神右手一挥 内聚已没了双臂的躯体 轰然倒下 只留头颅还被捏在手中 东华帝君徒手提着魔尊的手急 立于血染的妖王成骨 冷冷的声音响彻谷底 还有谁不服 众人皆不敢言 喧闹的战场 一时寂静的可怕 满是杀衣的目光 扫过黄黄呆立的魔族将士 受人的心魄 压得他们不得不纷纷丢盔弃甲 跪地臣服 松开左手 魔尊的手急随机滚落 粘了一层黄土 他唤出了仙杖 将自己隔绝 众人隐约看见 他掌心画出了个金色的物件 无法辨认是否已入魔的尊神 低头凝望 口中似乎还念着什么 渐渐的 冷酷无情的面容 染上了一丝温情 众人揉了揉眼睛 以为是被方才的白光晃伤了眼 在定间一瞧 那尊神居然将手中之物 放在嘴边亲吻了一下 眼底似有泪光涌动 众人觉得 可能是这一架 打得时间太长了 打得自己都产生了幻觉 远离红尘 后宫空置的东华帝君 难道是在堵物私人 众人不敢再妄加揣测 周神红色的仙法终是平息了下来 在抬头时 这位尊神已是恢复了 平日清冷的模样 撤走仙杖 他扫了一眼四周 目光最终定格在断了一臂 脸色惨白的孟昊身上 你本该领兵直取魔都 现在又是何人在领内陆军 禀帝君 是白指领着 浑身浴血的天地公主 脸上浮了怒意 现在留守九重天的又是谁 是修缘 胡闹 东华翻身月上坐骑 我愿听令 是 战神尚且一步待命 随本君率胜于军力 前往魔都 他继而又嘱咐萧奎 速带孟昊去折掩那处 传本君的领 让那只凤凰不惜一切代价 把这段币接回去 是 萧奎领命 那这些魔族的残兵败将 要如何处置 东华扫了一眼 地上跪着的魔族重将 与其利索毫不拖沓 想好好过日子的就回去过 活得不耐烦的 尽可来借本君的仓河 此时的魔族都城所在张伟山 也是一片兵荒马乱 离庆江出征已是过去了七日 至今音讯全无 魔族三长老结各怀鬼胎 昔日里便以私下立了自己的党派势力 如今魔尊行踪不明 而城外神族亦是围剿了三日 如临大敌 李英协力对外的三位长老 此时却呈三族鼎立之势 谁都不愿屈服于谁 在这三股势力之外 还有那么一只弱小的庞之 首领是魔族始祖神 天地间第一只母凤凰 尚晚 这本该是魔族中 仅次于庆江的中间力量 却因首领跟着神族的男人跑了 而在朝野中失了地位 幸得坐下七君 虽身手不凡 但皆胸无大志 这失了首领的万余年 倒也过得潇洒滋润 却不曾想 有朝一日 这首领竟回来了 其才回来十几年 好日子便就到了头 此时这凤凰并没有秉承着 能用拳头解决的事 绝不用嘴的一贯作风 反倒是领着七君 欲与三位长老讲道理 他们百来个人 站在六万魔君前 场面看起来 尾时有些滑稽 自一万多年前 不小心说动了父神笛子后 上晚对自己讲道理的能力 一直有些误解 此时他意识不遗余力 想要凭借一举之力 先化解一场内战 再寻个合适的时机 避免外战 斟酌片刻后 他便开了口 外面那群娘炮 祖宗我知根知底 你们要分开上 简直就是自询死路 就算你们合起来 一起上都打不过 此话一出 连站在一旁的凤行 都听不下去了 祖宗 劝何不是这么劝的 你先别说话 祖宗我要跟他们 先把道理讲清楚了 坚持要讲道理的上晚 很霸气的一抬手 凤行便识相地闭上了嘴 外面领头的 可是头狐狸 狐狸你们知道吧 最讲华了 尤其是青秋白家的狐狸 不定讲华 还小心眼 祖宗我在水沼泽的时候 曾舅舅因为 偷了他一麻袋红薯 被他算计掉下了莲花池 深知他家祖宗 怕水的凤行 回想起当日的情景 忍不住插了一嘴 那大少爷也挺惨 被你揍得 连亲妈都认不出了 不过就是半年的口粮罢了 也值得他如此 费心设计祖宗我 众人听了 皆倒吸了口粮气 想了一想 上晚今也有些愧疚 不好意思 不过那次下手 的确太狠了些 所以少晚 你的言下之意是 若我们三个肯听从于你 你便能破了那神族的围攻 三位长老很难得的 没有被上晚诡异的思路带歪 他们也开始认真地盘算起来 如若真能先破了神族的围剿 倒也可以先吃些亏 顺乱的凤凰的意思 虽说他们三个一起上 都未必打得过这丫头 但再加上手下几万人 要弄死这只凤凰 还是有些把握的 眼瞧着三位长老 开始考虑事情的可行性 凤行也是在心中 默默地崇拜了他家祖宗一把 在神族的地盘上 混了八万多年 到底是没白混 你们想多了 红衣的始祖神 很是豪迈地摆了摆手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你们俊梅的狐狸聪明 又为他能打罢了 凤击差点没摔在地上 站在少晚身后的欺君 此刻也是刻意阻辱又盼 很是尴尬 原来是要挽女士来劝降的 三位长老此时已是显了不耐烦 为决听这么个吃力爬外的丫头 说了那么一长串废话 失了地位 你们可别污蔑祖宗我 明明是你们三个老头 谁都不肯服谁 趁着倾枪不在 想要造反 怎么就把这件帽子 扣在我头上了 想想更是起 都这么大把年纪了 你们也好意思欺负我一姑娘 虽说那丫头说的话里 的确有那么一句是大实话 但在大军面前被接了老底的三位长老 面子上怎挂得住 眼下虽是明着暗着 都是不和 但三位长老倒是难得 捅了一次心 横竖都是个死 先弄死这只凤凰再说 魔都城外 银霸的天地公主 已是率日仅存的八卧天兵赶到 看着白纸指挥部下一位的运功 敦华盛世怒其不争 这下连个将功补过的机会都没有了 还真是让他想步伐都不行 没功过程 也见过功成无数次了 狐狸脑袋就不会拐个弯 自治为了军令的白纸低头不语 本想大干一场立个战功 好证明自己不只是个 只适合当跑腿的狐狸 这下算是把事情搞砸了 这回非带没争脸 反倒是把青秋的脸面给丢尽了 结果军权 东华帝军集合十余万天兵 转而止攻后城门 打仗的时候 何须顾及颜面 更完全没有必要 非得走正门 青秋的这头白毛狐狸 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要脸 两个时辰后 在至高统帅的带领下 神族攻城得手 以数万计的天兵 从魔都后城门涌入 一路只取积极场 而当莫愿意地抵达时 却意外发现 此时的积极场 亦是一片厮杀 三个老头正为这个姑娘打 乍这么一看 还真有那种 凡间抢抢名誉的架势 可再仔细一看 被围在中间的女子 却是应对自如 哪有什么巨色 外围还有七个人 带领手下百余人 在对付灵心冲上来的士兵 双方有一下没一下的 倒像是平日里切磋较量 各自都拿捏着分寸 不伤及性命 而那圈里的三对一 却截然不同 三个老头皆使出了狠招 每一击都是奔着那女子的命门 魔族与神族 万年来都是势不两立 两军相见 英势分外眼红 该当即打坐一团 杀个你死我活才对 和眼下三位长老 一门心思收拾凤华 竟都没注意到 敌阵已立在他们身后 集结场上六万魔军 此时阴部的军令 竟也无人上前与神族相靠 魔烟勾了嘴角 骑在马背上看好戏 本以为攻城后又是一场应战 可现在看来 问题的关键已经变成了少晚 若他能收拾了三长老 夺了尊位 那么此战当时和解 再看看那圈的形势 父神笛子亦是放心的为坐他想 毕竟在四海八荒 能打得过那只凤凰的 也就那么几个人 他自尊心那么强 想来也无需他的帮助 且眼下毕竟是魔族内部的争执 他一个神族之人的确不好去插手 魔烟少神难道是来看价的 耳边掠过凉凉的声音 尚晚他能应付 父神笛子看起来很是放心 恐怕他要面对的 不准的三位长老 此话怎讲 灯华望着前方 目光深远悠长 本军宅下青椒手机前 曾探入其神思 妖王成谷的魔尊 只有半个元神 帝君的言下之意是 魔烟猛地回头 目光在三位长老身上来回审视 他使了秘书 本军法力已有受损 他不真切 但想必 便是在这三人之中罢了 可此刻那三人竟毫不顾及我们 这又是为何 许是那半个元神尚未苏醒 又许是 陪着演艺出戏 魔烟望向那纠缠在一起的四人 一时竟也有了些乱的方寸 如何才能让尚晚知道此事 而不打草惊蛇 一向冷静的父神嫡子陷入了沉思 而冬华此时所想却不幸相同 他观察着这四个人的一举一动 浓眉越锁越紧 魔烟 你了解尚晚多少 父神嫡子自嘲一笑 他和尚晚好了近六万年 却始终摸不透他的性子 有时觉得很了解他 有时却觉得他陌生 他若真懂他 那并不会有分开的这万余年 可若是不懂他 又怎会真的推开他 说话间 四人中已有一人倒下 少了一个对手 理应越战越勇 可眼下的凤凰反倒是显了颓势 看来这青江却是在那二人之中 魔烟见证遇上前 注意力之力 却被东海拦住 急什么 你还怕他撑不住 若是平日 魔烟定不会插手 可如今那里面 可是有半个青江 他如何能忘心 打个赌 一会儿还能再死一个 他已是心如乱麻 心知 若再除去一个 便能确定青江的元神 到底在谁身上 可这个代价太大 也太过危险 怎么 你是信不过少婉 还是信不过本君 已然出窍的 轩辕剑被收回 父神嫡子沉默不语 唯有遥遥凝望 在苍生面前 他只能选择放下 这一架 从白天打到了黄昏 当又一位长老 倒在凤凰的玄清之下时 魔烟周氏 按捺不住杀了上去 轩辕逼命门 一切看起来 终将尘埃落定 犀利的剑雨落下 带走了这魔族的 最后一位长老 墨烟转身 望着矗立着的红衣女子 露出了欣慰的赞许之色 这一幕映在了 上晚明亮的谋色中 随后 银色的剑身穿透胸膛 婉儿 他缓缓倒下 露出了身后的一片银色 你干什么 稳重的父神笛子 生平第一次露出了 如此恐惧与愤怒的神色 好似若穿河的滔滔洪水 要将理智吞没 哀怨 忠实心肩上的那个人 将他拉了回来 他抱紧了他 我在 刚刚那个打架的不是我 他猛咳了起来 是 是庆江 什么 魔烟震惊地看着他 又抬头看向身前的东华 我也是赌上了一度 你居然拿上我的命去赌 奴依再度聚集起来 你为何总是如此不讲道理 这不能怪他 少婉抬手 摘住了他的袖子 庆江避在两人之中 那长老的身手 确实不像是庆江 而少婉 也并非愿意同族相残之人 若他只是将他们收拾个半死 那本君便不会起疑 但他却斩下两人长老 为师不向他的作风 你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 魔烟静而低头看向怀里 掩掩一息的凤凰 东华默了默 终是摇里摇头 以当下的近况 他的确没有更好的法子 阿渊 我想同东华说几句话 银发尊神随即蹲了下来 见莫渊不愿意撒手 他索性维持着这个姿势去听 石头 我替阿渊些谢谢你 到底是十几万年的铁哥们 你最懂我 莫渊别过头去 自责为何竟没能早点发现 上网看了看他 便知他的心思 即便阿渊发现了 他也是断下不了手的 若他亲自动手 怕是余生也会不好过 祖宗我舍不得 所以 只能对不住你了 这锅 终是得由你来背了 清冷的脸上 难得的有了温度 却也是伤感 无妨 昔日在水沼泽 本君背的也不少 以阿渊的性子 可能好一段时间不会理你 你千万别我心里去 这可有些难办 本君记仇得很 相识一笑 上网的脸上竟泛起了些委屈 都这个时候了 还不肯迁就迁就我 等你什么时候打赢了本君 再来谈条件 可惜 红衣女子沉谋 大哥 上网有一事相托 他平日里都爱换他石头 即便他当上了天地公主 他还是爱叫他石头 东华是他孤单一生中的 第一个异族朋友 也是为数不多 有着过敏交情的兄弟 尽管开口 能做到的 本君绝不推卫 我座下有七君 虽胸无大志 却忠心耿耿 如今魔族群龙无首 不如分给他们去管理 他们定不会闹事 我魔族子民 也好摩个安生 好 本君依你 祖宗 不远处立志的七君 连同奉行皆跪了下来 哭什么哭 都跟个娘泡似的 一个都不准哭 少女耗尽了气里说话 并又咳了起来 带到了胸口的剑伤 疼得他脸色瞬间 又煞白了几分 心知自己所受时间已不多 他最终还是将目光 挪回到一直抱着 自己的那个人身上 你们都避一避吧 我与阿渊 还有些悄悄话要说 莫渊碎画出心照 将他紧紧搂在怀里 上晚见了 娇秀一笑 你这木头 从前要是这般 懂我的心思就好了 他开始埋怨起他 那日我要走 你也不留我 后来好不容易见着了 也没一句好听话 是我不好 祖宗我心眼特别小 那日在军帐外 遇见了姚光 我不喜欢他 只要你答应不娶他 我就原谅你 除了你 我怎会娶别人 副神底子皱了皱眉 眼底却是通红 你终是说了句好听话 他笑了 缓缓闭上了眼 神声漫漫 不用惦记着我 若碰上喜欢的 便 娶了吧 你来做什么 来陪你啊 为什么要陪我 因为你受伤了 伤得重 即便我快死了 你又是拿什么身份来陪我 阿渊 不要这样叫我 你与我什么都不是 还起始祖神自重 这便是他们之间的那次谈话 没有一丝温存 竟是违心的推剧与伤害 怀中的少婉已香香欲允 东华上前握住了他的肩膀 此刻他意识最能明白他的感受 意料中的 莫渊甩开了他的手 红里眼的副神底子 已是失了往日沉稳的模样 拔出轩辕剑 疯了似的砍向引发尊神 东华也不还手 只是一味的手 最后莫渊结了气力 跪倒在地 仰天丝生力竭的一声嘶吼 忍了许久的泪水 终是顺着脸颊躺了下来 似要将毕生的都流尽 处理完魔族的事情 东华便先行赶回若川 此时他心里还惦记着另外一个人 引发尊神回到若川引地后 便往哲言那处去 孟浩果真在他的帐里 断臂仍在一边未接上 接不上吗 东华严厉地看向哲言 接上了一次 但是孟浩的身子竟排斥得厉害 为了保命 我只能再拆下来 听说这伤是沁江那把孤影造成的 并也不足为奇了 东华沉思了片刻 那便不用接了 也免去些苦头 他现在怎么样 性命无忧 过几日等他身子骨受得住了 我便为他造个一支 过个千万年 也就能取代本体了 东华拿起那段掌 事先把将其封入一块剔透的玻璃排 碎收入虚顶 好生照顾他 回到自己的军帐 东华忠实再也撑不下去 他扶着屏风 连吐了好几口血 脸色如霜 没有一丝生气 蹒跚地挪到卧榻 他挥手为自己 除去沉重的铠甲 立即地倒了下去 这一章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